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卻不斷的爆粗口 對於自己做錯事情 還理直氣壯 我就會進行提告 拜託快點好不好 等不及要來告我 芳姐 說要爆就要爆 爆滿過來 徐曉星說要爆滿就爆 或是我們自己就爆出來 徐曉星好像還是沒有發現 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他還是不願意認錯 對於家人設詐欺的案件 他第一時間選擇的是 說謊們也不斷的發現 他在打臉自己之後 他才改口 這麼愛騙人 這麼愛說謊的一個政治人物 難道不用道歉嗎 那第二個是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卻不斷的爆粗口 所以我是希望 他針對這兩件事情 一定要道歉 對於自己做錯事情 還理直氣壯 那很不好意思 我就會進行提告 拜託快點好不好 等不及要來告我 坐等法院認證了 芳姐 說要告就要告 正式人物說話要有誠信 我一下都是如果說要告誰 我就會告誰 但是呢 告我的人過去從來沒有成功過 所以歡迎王傑放馬過來挑戰看看 我從來不曾說過 你要有一個家族裡面 有一個人他有色漢 就不分清紅皂白的說 他全家都應該要辭職 所以我不知道 王傑是從哪裡有了錯誤的記憶 在哪一個時空 哪一個背景之下 看到了平行時空的石草星 有說出那樣子的話 所以我不知道他腦子裡面 被塞了什麼東西 才會說出這樣的話 那當然我會提出這樣子的質疑 所以我這不是謾罵 這是從他的言論裡面做的歸零